大會主持人 吳明長 我們這集會的陳律書長以及這集會的工作同任 以及我們非常敬愛的高速選擇楊憲長 陳律書長 高速選擇的大會主管 及美女選擇 與我們各位一頁提示大家的本期獎勵 今天這件事務團的時間 將我們對我們觀察的工程的看法 也就是我們觀察下面的對這個工程的觀察 做意義的說明 請相關單位多人的關係 請各單位能夠鼓勵在此 結束我們觀察下面的工程的進步 第一個 也非常感謝在我們各單位 就是我們北山朝 北朝已經完成了 所以他們最近翻入這個出產的時候 也非常方便 也非常方便 而且最近我們北山那邊 也入來了這個貴族署 所以若是請我們講說 我們工程進步 而若是進行 若是完成的話 對我們鄉民 對我們獻民 我講獻民是因為有部分的獻民 也因為我們有客戶 進到我們北山部落 而他看到我們 非常地的建設 非常地 非常的堅固 而且非常的美觀 我開始告訴他們 這是我們高雄縣政府 比相關單位 這個 所團結起來 所興建立的美墻 就是談戒各位 第二個 我們也知道 我們也知道 可能我們建設府 跟單位主管 我們也知道 我們目前 目前出現一個 拉花了吊墻 拉花了吊墻 實際上 我個人的辦法 應該是完成了 而是因為我們不是公主人員 我不是公主人員 所以 這就是講說 其實我們相關單位 為了我們農民 因為我們農民在拉花的吊墻 就是在清水海浸這邊 清水海浸這邊 不好意思 清水海浸這邊 有很多人 有很多鄉民做安逸子 也有很多鄉民做金黃民 金黃蠻谷 若是我們政府機關 不及早 去驗收 或是在做補強的話 我相信 沐西蘇那邊的村民後 還是要過著 非常狹窄的吊墻 而且8月5 可能做的話 還是要用那個什麼 摩托車 這樣做會影響他們 工作上的時效 而從金黃蠻谷 是怎麼採收的人 如果今天採收 今天收到 會影響出現 的金黃金 我想是不是 我們請我們 相關單位 如果是 在你們當台裡面 你們是有去過 你們去看過 如果是要補強的話 請相關單位 找一點請補強 讓我那邊的農民 能夠把座物 順利的搬出來 第三個 心灰水利橋 我想我們過去 我們都是很努力在做 沒錯 不足的就是因為 可能 是不是我們跟 相關所 剛剛的我們目前 在辦 那個 結合斷輸用工程 我想也用這個機會 我想今天收到我們 言語書的公文 我們是不是在 加工廠 及水利書 在這邊做協調 是不是用現有 我們是用工程的 那個泥土 把那邊 新灰橋 變成空 變成空 所以我們是不是 一種天鵝放 好